朱瞻基的皇后是谁?朱瞻基是明朝第五位皇帝 他的皇后有两位,分别是公让胡皇后和孝公孙皇后 胡皇后早年被朱棣选为皇太孙正妃 在朱瞻基即位后被立为皇后 但她没有生育儿子,只有两个女儿,即顺德公主和永清公主 在孙贵妃诞下皇子后,朱瞻基以胡皇后五子多病为由,将她废去 出居长安宫为道姑 孙皇后是永成县主部孙中之女 年幼时因容貌俊美,被皇室看重,选入宫内 孙皇后与朱瞻基朝夕相处,感情很深 在朱瞻基即位后,孙氏被封为贵妃 后来,孙贵妃生下了朱祁镇,朱瞻基对她更加宠爱 在胡皇后被废后,孙贵妃被策立为后 成为了朱瞻基的第二人皇后 孙贵妃